深阳默契的麦迪单挑西边球员是什么画面 此时麦迪虽然不过33岁 但已经不负当年之勇 因为伤病的影响 他在NBA已经沦为边缘人物 为回馈喜欢自己的中国球迷 当年麦迪加盟西边倾倒双心 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当加盟倾倒时 麦迪在队内训练与队友进行一场 简单的一对一单挑 视频中 麦迪负责防守 西边球员持久进攻 虽然 他面对麦迪使出了各种招数 当然就没法突破成功 双方不断僵持着 西边球员竟然连球都带不过班场 而麦迪则一直是一副气定神险模样 随后 随便拍手就抢动对方 场面一度很尴尬 麦迪简单一个干冒动作 直接把小伙子虐倒回人生了 双方实力相差简直不要太大 这或许就是中国篮球和美国篮球差距 即使是在NBA混不下去球员来到西边 依旧能打出统治级别的表现 而麦迪在之后的西边首秀上 隐身上把比赛打成一个人的表演赛 如果不是队友太不给力 或许 那场比赛应该可以拿下 但即使输了比赛 麦迪就装复了所有人 话说 强如麦迪 你觉得他为什么没能在西边夺冠呢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